爆炸聲向嚇醒居民 一看窗外 景見不遠處 橘紅火光衝天 煙霧瀰漫 緊接著黑煙竄出 加速火勢蔓延 爆炸聲則持續響徹天際 印尼首都雅加達郊區的 一個軍用彈藥庫 近在當地時間30號 下午六點左右 發生多起爆炸 目前在未接獲人員傷亡通報 居民立刻跑出家門 到恐慌處避難 嚇得不輕 軍方證實由於大火燒毀彈藥庫 當局已將附近居民 疏散到更安全的地區 還說炮彈或彈頭 可能落在周邊地區 敦促民眾切勿觸摸這些物體 不少人更發現 手榴彈掉落在家門口 軍方第一時間指出 由於爆炸的彈藥庫沒有電力 爆炸可能是不穩定的 過期彈藥所引起 只是保存過程中出現哪些問題 導致差點釀成攸關人命的大禍 官方人語言不詳 暫時無法給出交代 先新聞也回去報道